主要食材有去骨的鸡腿肉 蛤蜊 胡萝卜和青椒 调料有葱 姜 蚝油 酱油 水淀粉 第一步 将鸡腿肉去皮切块 需要注意的是 切块时把鸡肉用刀背拍一下 可以使鸡肉的肉质更加松散 第二步 锅中放油 加入葱姜爆香后 放入鸡腿肉 待鸡肉变白后 关小火 加入适量的酱油和蚝油 上色调味 第三步 将蛤蜊放入锅中 翻炒一下后盖上锅盖 将蛤蜊鸡肉焖至两分钟 蛤蜊全部开口后 放入少量水淀粉 值得注意的是 加水淀粉时先关火 利用锅中的余温勾芡即可 勾芡后重新开火 加入胡萝卜 青椒 稍作煸炒即可出锅 再来 多忙 再来 多忙 再来 及恶蜊 请保费